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霍启刚虽然只是代表文化体育界去参与 但是从他参选的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不仅仅是在说香港的文化跟体育界 还是在说香港的各行各业 连结 跨越 创造 这是香港目前各行各业都非常需要的 增加跟内地的合作 同时超越过去的成绩 也必须有新的创造 霍启刚的这个思路真的太对了 不过从政跟从上一样 有好的思路还必须一步一步去执行 甚至需要一些手腕 当年梁锦松也是颇有想法 可惜最终被人轰下台 霍启刚必须吸取梁锦松的教训 霍启刚出生于1979年 今年刚好是42岁 这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霍启刚从政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霍启刚过去一方面在商界发展 同时也是在政界发展 霍启刚在政界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体育界 在商界的方面 霍启刚主要是参与家族霍吟东集团的管理工作 不过如今霍启刚是正式告别商界了 他决定要在政界去发展了 霍启刚要从政 那么肯定是要对那个最高的位置发起冲击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霍启刚说希望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 这次霍启刚当选议员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今霍启刚爷爷霍吟东的很多老关系还在 他们还可以提点霍启刚 也可以帮到霍启刚 霍启刚必须抓住时间继续努力 这次霍启刚可以当选 郭晶晶在背后也是功不可没 郭晶晶一直是霍启刚的贤内助 去年霍启刚宣布参选的时候 郭晶晶就陪在身边 这次为了帮助霍启刚 郭晶晶甚至放下身段亲自上街发传单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在香港搞竞选也要发传单 或许你认为只有搞外卖的人才会发传单 郭晶晶完全没有架子 亲自在街头发传单 看到这一幕很多人也是感动了 一个是香港豪门的三代 坐拥百亿山家 一个是三届奥运冠军 夫妻两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在街头发传单 别人都如此成功了 还如此努力 而且是夫妻齐心 真的是让人佩服 这次霍启刚当选 郭晶晶第一时间上台献花 郭晶晶送的花也是非常有心思 全部都是蔬菜 霍启刚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在网上 感谢了郭晶晶跟自己的家人 王灵宏离婚的事情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看看人家霍启刚跟郭晶晶 这才是真正的模范夫妻 2004年 郭晶晶拿到奥运冠军 随后他们受邀去香港参加活动 当时这个邀请人就是霍启刚的爷爷霍英东 在香港参加完活动之后 郭晶晶等人又受到了何鸿燊的邀请 转到去澳门参加活动 当时霍英东就让霍启刚 陪着代表团一起去 在去澳门的船上 霍启刚第一次跟郭晶晶交谈起来 随后霍启刚又开始大胆追求郭晶晶 之后郭晶晶不管去哪里比赛 看台上都有一个小谜地 那就是霍启刚 其实当时霍英东身体不好 霍英东自然希望可以看到霍启刚结婚 不过为了支持郭晶晶参加北京奥运会 霍启刚一家人都对郭晶晶十分包容 2008年郭晶晶在北京奥运会上 拿到了双料冠军 此时霍启刚带着全家人一起 在现场支持郭晶晶 可以说让人十分感动 在颁奖的时候 刚好就是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 为郭晶晶颁奖的 霍振廷当时的身份是国际奥委会委员 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 北京奥运会之后 很多人认为霍启刚跟郭晶晶 应该是要顺利结婚了 不过因为郭晶晶希望去英国读书 所以霍启刚又等了郭晶晶几年 直到2012年 霍启刚跟郭晶晶才在香港 风风光光结婚了 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十分有趣 霍启刚当时跟郭晶晶 在会展中心门口 接受记者的拍照 郭晶晶跟霍启刚两个人站在一起 但是郭晶晶却忘记 挽住霍启刚的手 霍启刚就悄悄用手肘 轻轻顶了郭晶晶几下 其实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 霍启刚对郭晶晶的爱了 霍启刚陪着郭晶晶到内地 参加综艺节目 自我介绍的时候 十分主动地说 大家好 我是郭晶晶的丈夫 虽然霍启刚心里是十分 以郭晶晶的丈夫为荣的 当年 郭晶晶嫁给霍晶晶时 香港媒体都说 郭晶晶高盼了霍英东家族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亭 知道之后十分生气 于是在婚礼上 发言感谢郭晶晶 下嫁我们霍家 这句话也体现了 霍家真正的修养 郭晶晶嫁了一个好老公 霍启刚也娶了一个好妻子 成功的婚姻 就是两个人互相成就 霍启刚娶了郭晶晶之后 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霍启刚常常陪着 郭晶晶去超市 完全不像是一个大少爷 郭晶晶为了霍启刚 也放弃了心爱的跳水工作 在香港相扶轿子 这次郭晶晶去东京奥运会工作 霍启刚就在家里带着三个孩子 两个人一直都是互相扶持 如今霍启刚去参加选举 郭晶晶就亲自上街头 帮助派宣传单 霍启刚还常常在家里 给家人做饭 就像一个普通人家的丈夫而已 郭晶晶也是十分低调 虽然霍启刚家里坐拥百亿资产 而且他自己也不缺钱 但是他们在香港的生活 还是十分朴素的 郭晶晶三个孩子都没请保姆 都是自己一个人带的 郭晶晶平时家里的家务活 也是自己干 郭晶晶在香港没有开豪车 就是开着一台霍启刚 送给他的特斯拉而已 霍启刚自己则开着一台 十几年的老奔驰 这对夫妻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母亲坐拥几百亿 每月只给儿子一千元生活费 女儿花十二亿买豪宅 香港的豪宅吸引着不少内地富豪 他们一出手就是几个亿 甚至十几亿 例如马鱼和马化腾 都在香港有豪宅 前不久 湘江集团的刘秋妍 也到香港买豪宅去了 她在香港九龙城合作 开发十二亿的豪宅项目 每平方米单价达到一百二十万元 几年前 刘秋妍的哥哥刘根森 曾经花了九个亿 买下香港两栋别墅 她的母亲 翟美清 曾经花了二十亿 给儿女们买下随栋豪宅 而刘秋妍的嫂子 就是富丽集团老板 李思莲的女儿李佳莹 刘秋妍的母亲 翟美清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她手握湘江集团的大权 资产达到上百亿 其实 翟美清过去只是一个酒店服务员 也算是有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但是翟美清更不满足这样的工作 因此 她借钱到火车站摆地摊 然而由于没有创业经验 翟美清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翟美清没有气馁 相反更加坚定了她创业的信念 她开始到北京跟亲戚一起做家具生意 凭借自己的努力 翟美清赚来三万元 这笔钱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 翟美清在北京逐渐实现了财富自由 这个时候她开始考虑做更大的生意 因此她成立了一家床垫制造公司 主要生产床垫等家居物品 然而翟美清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坏人 她因此受伤住院 出院后翟美清决定到广东做生意 在这个过程中 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 两个人共同成立了金海马家具卖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购房产 翟美清的家具产业也越做越大 并且在不少城市开设了新的门店 收入一天比一天多 此后翟美清又开始步入物流 房地产等行业 在时机成熟以后 翟美清创办了湘江集团 在她的带领下 集团资产已经达到了上千亿 其实翟美清还有很多隐形资产 因为她旗下很多产业都没上市 因此翟美清很早以前 就已经是一名百亿女富豪了 虽然坐拥百亿资产 不过翟美清却对儿女的教育十分严格 她将儿子刘根森送到香港上学 每个月仅仅给她一千元生活费 再将其上对她实行限制 这么多年以来 翟美清一直从事慈善事业 她已经累计捐出十亿元的资金 翟美清的亲家就是 富力集团的老板李思连 她也是一位实力很强的地产大佬 她的女儿李佳颖跟香港很多明星的关系都很好 而且地位和影响力也很大 结婚的时候就连霍振环都来捧场 翟美清的女儿刘秋妍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女富豪 因此很多人只听过她哥哥刘根森的名字 却没有听说过她 其实 刘秋妍之所以在香港买豪宅 主要是考虑投资和生活 因为香港的地产行业始终都处于稳定状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